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定的条件下 竹子也是可以开花的 只不过是中间可能要经历一二十年才会开一次 竹子的花长什么样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那根据老一辈的人呢 他们说竹子的花呀 和其他植物的花不一样 它没有那么娇艳 远远望去 很细 很小 农村的一些百姓呢 叫竹子花为竹米 不过当竹子开过花后呢 通常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活下去了 它的树叶会慢慢地枯萎 最后死去 所以呢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 这就成为了一种不好的征兆 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 竹子开花是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不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那不是大旱 就是水灾 因此呢 竹子开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联想到荒灾 还有旱灾 所以呢 根据记载 四川有一年 竹子大量开花 就导致了很多的大熊猫 因为缺少食物而死亡 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竹子开花是竹子本身的一个周期性 竹子开花的时候呢 周围的土壤一般都是很干燥的 温度也高 不适合竹子生长 就只能通过开花繁殖 这算是一种自保的现象 所以呢 农村的老人就总结出了经验 竹子开花这一年一定是大旱年 农作物收成不好 所以呢 就要选择搬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转发 收藏 我们下一期 再见